风向有变,军方高层撰文吹捧梁家河大学问,本周三中共喉舌媒体刊发了由中共空军一名高级军官撰写的文章,高调吹捧所谓梁家河大学问两个多月前,北京当局曾紧急叫停了由陕西省官方推出的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被认为是当局试图给过了头的个人崇拜风系降温。 如今中共军方又有人在党媒上发文吹捧梁家河大学问,另外借质疑中共的政治风向是否有变广告,北京时间9月26日,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由中共空军副政治委员陈学斌,撰写的评论文章。 再次胜在梁家河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习文,声称习近平青年时期,从北京去到梁家河后,在那个穷乡僻壤得到了锻炼。 不仅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劳动,而且学到了本领,学懂了人生,学有了情怀,学出了信心文章。 文章表示,青少年时代的习近平凭借在梁家河劳动,学习锻炼,出了感为人先,善于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而这些精力,勇不过时等等。 陈学斌特意在文中引述习近平早年对梁家河的评语称,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据公开的资讯。 梁家河村,隶属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逸振习近平16岁的时候,曾在中共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插队到梁家河,接受所谓在教育,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知青岁月。 1969年至1975年,习近平2007年进入中共中央政,这局常委成为王储之后梁家河知名度迅速暴涨,也于2007年被延安市委, 市政府定为新农村建设市点村之一。 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梁家河再度受到热捧。 梁家河知青就职于2014年,被陕西省政府,定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立了杯建了管。 梁家河村则于2015年,被确定为全国第四批一村一品示范村。 2017年,又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 在此过程中,梁家河相关书籍,梁家河音频,梁家河,影视剧等宣传产品也相继出如今年6月20日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布了《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公告》。 张榜征求各路研究者申请课题进行研究,这份公告拟出了17个课题项目每个选题,都把梁家河作为关键词,声称要理解习近平成为核心、统帅、领袖的根基源头和习近平思想的起源脉络和逻辑原点。 陕西当局的这个举措,一度引发海外舆论的非议,被认为反映出了中共党内个人崇拜倾向,再次抬头的政治风向不过一个月后,海外又传出消息指上述有关梁家河大学问的研究课题,已经被北京当局紧急叫停聚,体的原因未披露出来不过海外媒体查询陕西社会科学网和陕西省社科联的官网,发现有个上述课题, 的公告和相关新闻的链接已全部被撤下,当时海外同时盛传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声音,为求得暂时的政治局面的稳定北京当局,一度主动对那些吹捧习近平过了头的宣传内容撤下,降温让外界所料不及的事又过了两个月后,竟然又有中共军中高级军官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刊物, 上发文,为梁家和大学问唱载歌,另外却怀疑中共高层现在可能对个人宣传的尺度又有所放松。 中有分析认为,陈学斌的这篇文章不排除有其个人想通过吹捧梁家和博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也不排除可能因中共党内暗流汹涌,内斗激烈,导致北京当局再次把个人崇拜升温,作为巩固习近平当局政治权利的一种手段。 就是正当家亭的力量的先准备方式,所以说,面子总是有其他人想通过的手段, 所以,也不如在一个人做的准备方式, 感谢观看